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I 今天這一條是找數片 大家都不斷留言跟我說 很想看這個mini size collection 我今天就很努力在家裡找一些 迷你妝的化妝品或者少少的護膚品 我覺得他們的外型也很可愛 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 有一兩款是我真的找不到 所以就給大家看 我會繼續努力去儲我的mini collection 希望今年的年尾可以做一個大Size 讓你們看 我就想由一些大家都不陌生的開始說 就是我超喜歡的BECCA Highlight 這個是Full Size 這個是mini size 他們打開出來都會是上面是鏡子 下面是HIGHLIGHT 你會看到真的超小的 它是剛剛很淘汰 不差一個框 是不是超可愛 我每次買這些mini size 我都會覺得他們超可愛的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這個BENEFIT的highlighter 就是mini size版的 你會看到其實它是一個手掌這麼小的一個 它是超可愛的 它裡面也有鏡子 很小 它跟BECCA這個差不多大小 又是很可愛 然後就到一個底妝的產品 其實底妝最可愛的mini size 是一個絕版的clay depot的粉餅 但是那個我真的十幾年前 我扔掉了 它現在已經做了一個很滑的即用即器版 它以前真的有一個粉盒 裡面有鏡子 有粉撲 超可愛的 但是由於我年少無知的關係 我沒有想過去珍惜它 那我就扔掉了 那你們就看不到它的英姿了 但是我現在也會繼續儲起來 這個呢 你只看它們外面的大小 你不會覺得它是差很遠 或者是很mini 即是還未算很可愛 但是呢 當你打開了它 你就會發現了它裡面可愛的一面 它是有內涵的 你會看到呢 它那個cushion 超小的 我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突然間可愛到爆燈 它的泡泡是超小的 我覺得是它的包裝做得太大 它裡面呢 它裡面呢 連... 它裡面這個 心位呢 也是超小的 你會看到它們是有很大的分別 它只不過是外殼比較笨重一點 然後也是超可愛的 這個 不過很可惜呢 雪花手的cushion 是不適合現在的天氣的 冬天用是會好一點 我不知道上一個星期的影片 就是用距離化妝去拍片 然後我一邊拍一邊用 你會看到呢 我上一條影片這個位置 是脫妝 超恐怖的那條影片 因為其實我上個星期的那條影片 不是應該分兩集的 即是我沒想過自己這麼長期 說了這麼多 但是我本來是有拍另一條影片 但是脫妝脫得太厲害了 所以我最後是沒有用到那條影片的 所以這個迷你板 只要等冬天才可以再拿出來用 之後底妝還有一個超可愛的 這個是碎粉 這個碎粉就是Sulmura那裡出的 現在它裡面裝著是一些透明的碎粉 然後它跟平時那些大眼的碎粉 都是相差很遠 超可愛 不過Sulmura本身的碎粉 是我不喜歡用的 只不過我很喜歡這些迷你碎粉 然後它裡面一樣是有些迷你碎粉 真的超可愛 所以我就保持了它這個瓶 用來裝其他的水粉 然後就到這兩支 是不是超可愛啊 它們 你會看到它跟我的手指尾差不多長 它是MAC的一個唇膏 Sulmage是有得買的 我不知道香港的Counter有沒有 超可愛啊 好 還要我送給你們看 它做到是跟它原裝size的MAC的唇膏 一樣一樣都是這個子彈形狀 然後拔開出來 它裡面這個呢 超可愛啊 它超小的 你會看到很幼 你看看它顯得我現在的臉很大 MAC的唇膏我本身是沒有買過貨妝size 因為我覺得它很乾 所以我是沒有買到的 但是我是抵受不住它 Mini Lipstick這個名字 所以就買了 真的超可愛 我現在是想整套買光 然後放在家裡看著 感覺真的好像一堆小矮人一樣 超可愛的 而且它的顏色是不適合的 我是買了這個 是Chili的這顏色 是超級熱的 之前韓國 所以它連大熱的顏色 都會有這些Mini size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你會看到Chili的這顏色 是一個很有活力 很有焦氣 真的好像一個辣椒仔的顏色 我覺得非常漂亮 但是MAC的唇膏真的有一點點乾 有一點點顯唇膏 而且它那種味道是有一點點 是有一點點 藝術的一種味道 我就不太喜歡 所以我也是堅持不會買貨妝size 但是實在太喜歡這個Mini size 好可愛 之後就想說這個 你會看到它的樣子 是不是好像一些 Skincare的 但其實它是一個Mascara 我真的覺得超可愛 而且它是非常好用的 其實我買了它的貨妝size 不過還沒寄到來香港 這個品牌 大家可能沒什麼聽過 叫Iko 它就叫做Magic Black Mascara 我覺得它塗完之後 不會這樣下來 我的眼字幕是做不到這樣的 但它還可以這樣 不會塗完之後 這樣掉下來 你會看到它的刷頭 和它這支產品差不多是1比1 所以它真的很迷你 我覺得很方便 帶出去用 雖然Mascara是不會拿出家補妝 但我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它很可愛 眼線我會有這支 是迷你版的Cat for the Tattoo Line Liner 這一支是早前非常熱的 這個車禍眼線筆 我自己不是買回來的 我是在Sephora買東西 它是送給我的 一個迷你size 幸好它是送的 因為其實它很熱的那段 我已經很想要這個眼線筆 很想試一下它 是不是真的完全不掉了 但是非常失望 雖然這個是迷你品collection 但我也想說一點心得 就是我很不喜歡這一支的眼線筆 它滑上去的時候 它的持久力在我身上 我是不會出油的 但是它會消失 它會失敗 而且滑的時候 它是不停地入了我的眼睛 我整隻眼變黑色 其實它不是唯一一支 大家覺得很容易 而我會有這個效果 Maybelline的那支 金蓋的眼線筆 或者這一支 都一樣會令我整隻眼 會滲進眼白 整隻眼黑色 所以大家都要去想買不買 因為其實這支也很貴的 因為我知道它的貨裝是180-200元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都和我一樣 有同一個疑問的話 就不要試這一支 接著就到眉筆了 沒錯 我是連眉筆都有mini size 你這樣看的時候 會覺得它很長 但是當你對比一支真的眉筆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它也是短了一大截 之餘 它也是一樣雙頭的 它一樣會有眉策 和眉筆兩邊 所以我覺得其實自己也很厲害 我基本上是 眼耳口鼻的妝 都是有mini size 化妝品說完 就說護膚品 其實護膚品很容易就會拿到mini size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 sample 但是這麼多種 sample裡面 我比較喜歡 就是韓國這些牌子的一個一盒盒的 cream 它們是超可愛的 又是 因為其實它們的大阪也很有趣的 但是呢 當它到了mini size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們更加可愛 很低色 它們韓國那些不像其他歐美日本品牌 會出一些一包包 或者一些小小支牙膏妝 它真的會把他們的原裝 size的樣子 攪在一個mini size 然後送給他們的顧客 我覺得他們的用心很好 很細心 還有很令人覺得開心 收到之後 是不是真的超可愛呢 好了 今天這條爪數的mini collection片 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有兩條新影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